118变得自由 飞夜大额从花枝都出发 他还把便当拿出来吃了 这个便当应该是给他路上吃的吧 他才走出门口而已就开吃了 不过他这里拿的便当是两层的 这里他只吃掉一层而已 看来还是有缘 大额的第一站会是西美 故事上次古代机器人摔进海里 机器人发出声音想要找乔伯依 原来之前他听到尼卡古神动起来 是为了要找乔伯依 这里古代机器人比前次讲了更多话 所以可以稍微分析一下 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机器人不怎么会说话 应该说比起不怎么会说话 更像是一个小孩子 就好像有一个小孩子的人格 在一个巨大机器人里面 越来越让人好奇这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掉下去前可以听到贝加庞哥直播的后续 掺杂大量的杂讯 最后讲的是首隆拿麦 那个名字是 是怎么没听到后面又是杂讯呢 之前听到mol 然后中间杂讯 再来是那个名字 说到名字 克罗巴死前他本来要说出巨大王国的名称 但没有成功讲出来 这里贝加庞哥也是类似的情况 但从前后文来看 应该不是跟克罗巴一样 其实讲王国名称比较符合英姆之前说过的 他说现在的D都不知道他们名字里面的D的意思 如果是要讲人的话 可能是mol hitos之类的吧 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在你们这些D之中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的人存在 那个人就叫做妮卡 说妮卡当然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政府不能让人知道现代有人继承的乔伯仪 但在这里是比较刚好的 除了之后还有个理由 就是各地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这个接下来就能看到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贝加庞克死了 云拉之友说当这个直播开始时 就是他挂掉的时候 但是各地认为政府不可能会把世界D的天才杀掉 加上之前新闻说草帽一火来到这里的绑架事件 就会认为杀死贝加庞克的是草帽来这一团 还有之前贝加庞克说 古代兵器导致海平面上升 他说最近又有一次发动 但是贝加庞克并没有说是谁干的 当然我们商业社交一定知道贝加庞克是想报政府的料 但是你各地的看法 就认为是海贼为了避免贝加庞克再说下去停止的 不过这里我们还是能看到相应辱夫的人 不料金这边他们想要把剩下的贝加庞克分身处理掉 这些分身都继承贝加庞克的大脑 不如处理掉对他们人是威胁 他们只要留着幼壳就可以了 其实无老星本来也是想要把幼壳解决的 只是幼壳用无老星想要的东西来威胁避免自己死亡 可是被处理掉还是迟早的吧 只要政府得到想要的东西 除非他死都不帮忙 这里感觉比较像是做着流的悬念 说起来幼壳并没有提到埃吉桑 埃吉桑应该也还没死啊 鲁夫的人成功上传 注意到这里玻尼第一次喊了鲁夫的名字 在这之前他都是说戴草帽的 鲁夫在上船的时候很兴奋 是巨人族的船 他马上就叫了乔巴跟骗人部 这个从以前就是这样 他们三个都会互相分享发现的星期事物 尤利是骗人部 过去鲁夫跟骗人部就非常想去埃尔巴夫 再来就是无老星马子追来发动攻击 注意到就在这时 突然发生大地震 然后水平面齐的变化 这并不是古代兵器又发动了 只一看是因为鲁夫的无党影响环境了 玻尼看到鲁夫党后 也用扭曲的未来变成妮卡 话说这个变身之前做的就有刘热伏笔 只是这里在变身时还是用扭曲的未来 我还以为会有其他说法 但改了后面的说法叫做最自由的未来 玻尼的招式是基于事实来变强 这里他看到真正的妮卡 应该也可以发挥很强的力量 所以现在玻尼的称号叫做 九一嘎鲁吗 这里的回想画面前后呼应过去被奴役的巴干尼亚 也就是大雄现在他的女儿成为最自由的人了 还有扭曲的未来这招是可以对别人使用的 所以玻尼是可以把别人变成妮卡的 最后是机器人在听到妮卡古身后说找到了 所以果然没错机器人是在找乔波伊 还有就是这里鲁夫叫了玻尼的名字 对于前面玻尼喊鲁夫名字 玻尼叫名字没什么特别的 但鲁夫喊名字就不一样了 鲁夫记忆力很差 他一般都不会叫别的名字 他会以绰号代替 只有很重要的人他才会记住名字 像是船上的伙伴 以前大和大家说他会加入草卖这一团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因为鲁夫从没喊过大和的名字 他都是叫绰号 后来他也确实没上船 所以这次玻尼的名字会是一个暗示吗